山寨版的郁慕宏 欢迎秦伟 谢谢山寨版的这个林奈瑶 今天阵容非常的坚强 有台湾第一 台湾私奶杀手 台湾第一 今天都是台湾第一 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 我先要谈一下这个新闻事件 这是我学姐 刘玉璞是新的学姐 前阵子这个新闻 让人非常非常的遗憾 他被人发现 沉湿在他台北县中和的家里面 重点是 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三天了 怎么会这样 三天都没有人发现 他不是那个牧师的太太吗 有有有 那没有教友发现 他在他非常红的时候呢 嫁给了牧师 也就退出了演艺圈 不过他两年前离婚了 所以大部分时间 他其实是独自生活的 那他以这个教会化为生 当然就是在现场发现的时候 应该就是说 研判是心脏病发猝死 也就是可能我们大家认知的心肌梗塞 是 我跟他一起上过节目 怎么可能 那时候我就是受伤之后付出 付出之后 然后我那时候 在医院有曾经想不开 因为三个月内又被车撞断腿 再被火烧 公司又倒了 女朋友又跑了 我以为你也演了一天吐龙记 那他当时还在节目上鼓励我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牧师的太太了 然后他好像有曾经罹患那种忧郁症 走出了阴霾了 我记得还讲了一句话 用圣经经文讲说 走出了人生死亡幽谷 可是后来会让我蛮讶异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其实我们常讲一句话 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尤其是一些往生的艺人 在他们往生之后 不论是车祸或者是跳楼 意外各种就是 就是让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回溯他生前的一些作品 会发现很奇怪 在他的电影作品或者是他的这个戏剧作品 或者是他出了专辑里面 好像可以看到一些遇知死亡记事 所以今天你已经把主题呼之欲出楼 对刘玉璞就有 可能观众朋友并不知道这段往事 但我们今天要告诉您很多往生艺人 他的故事 看我们的VCR 我们常说艺人乃艺于常人 来表示他们的与众不同 然而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过程 艺人也是一样 只是艺人的往生议题 比起一般人来得更具传奇 相对就存有许多艺人往生前后的灵异故事 流传于世 究竟陨落的星星们 他们的灵魂一直留恋在阳世舞台 而不愿意离去吗 往生艺人在另一度空间 细如人生的灵异巧合 不断的上演着吗 那今天我们其实整理了一些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艺人 他们我刚刚提到 就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往生 但他们其实在生前跟 就是往生之后 都有一些故事要告诉大家 那主来接我 这个电影也跟这个艺人有关 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这个整理的表题 刘玉璞的最后电影 这个电影好像在暗示什么 你有感觉到了对不对 本来不是说获竹盟主宠招吗 为什么会在两年前拍这样的一部电影 然后又叫做主来接我呢 对 在他的这个电影对白里面 有透露玄机 而且我这里刚好呢 就整理了他们的对白 当时呢 我先说一下他这个角色 因为真的很多观众朋友 比较不熟悉 在主来接我这个电影里面呢 刘玉璞他演的是一个社工 而且这个社工本身 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怎么那么巧 对不对 就跟他后来的遭遇 有点类似咯 好 那当时呢 有一个片段 电影里面一个片段是 刘玉璞跟另外一个演员 叫胡小金 大家知道吗 其实胡小金后来也 比较大 星星月亮太阳 里面的星星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 他后来好像也是有忧郁症 我们曾经在同一个教会聚会 他其实也得过忧郁症 忧郁症 而且这个忧郁症非常的严重 因为我访问他的时候 我知道他好像还住院 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 好 我们现在要讲的这部电影 因为他们在电影里面 有一段对话 他们两个人都是社工 那刘玉璞他演的这个社工 本身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那对白是什么呢 先看第一章 这是刘玉璞说 他说什么呢 来 好 或许我们把他约出来 我们大家面对面说个清楚 你觉得好不好 这句话是对着胡晓晶说的 就是电影里的对白 等一下 一共来 那胡晓晶说什么呢 这是他当时跟这个刘玉璞的对话 不好吧 好 大家看到这里有点 是怎么回事 对白是在讲什么 你一点到底在哪里 好 第三个了 接下来是胡晓晶说的 OK 胡晓晶 对 胡晓晶继续又说 大家仔细看 他对着刘玉璞说 你是不是又忘了拿药了 要不是我突然有感动 想绕过来看看你 我看你早就被主接走了 对不对 这是胡晓晶对着刘玉璞说 好明白 而且已经讲了说 我看你早就被主接走了 要不是我来看你 好 那刘玉璞说什么呢 最后一句话了 这是个重点 当然也不错啊 你专门坏我的好事 在这个对白里面 是不是透露了一点点玄机呢 很多玄机耶 不是一点点 真的吗 对啊你这个太那个了 这个只是一个玄机 其实因为我刚刚 其实我去录影前 我看到刘玉璞三个字 因为我不知道这剧本里出现这三个字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大概就在他事发前的大概两个礼拜 往生之前 对往生之前大概一个多礼拜 两个礼拜 礼拜的期间 因为我们新闻同业里面很多世新毕业的 那大概就 对像刚刚盛美姐提到 对学姐学弟 对学姐学弟 对对对对 不是好多人来找我 叫我找出说他住在哪里 而且都是在他上下届的关系 很多人 大概六七个人 都是男同学 因为其实听说他以前是校花级的人物 对对对 而且这些男同学也是毕业很久很久都没有在见过他 也没有在联络 那有些也是不同科系隔壁班的 那就刚好我都认识 就透过小戴 你跑这位新闻你可不可以找以前我们一个校花 对啊 因为听说他还在圈内 所以说你可不可以打听说他下落在哪里 最近都很想见他 为什么 不知道就每个人的那个都很想见他 小戴你终于听懂了 你找了半天 每个人都好想见他 但之前都从来没联络的 在我们刘异芙学姐还没有往生之前 那一阵子 大家突然急着都要找他 对都要急着找他 只是想跟他叙旧是不是 对我想要看 怎么这样 怎么那么巧的一个名字出现了脑海中 结果我有找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事后有没有去见他 小戴你又找到了刘异芙 找到他的地址 对对对 通过警察找到地址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们同学住在这边你自己去找 那他们有没有去找我就不管了 因为第一个刘异芙 跟我是不认识的人 你跟他是完全不认识 但他的好多同学上下 学长学弟都认识 对所以我是 搞不好也像是漫漫 怎麼會這樣子 剛剛提到是台灣的趙明 金庸筆下的趙明 那在金庸筆下這個經典黃蓉 是誰呢 他也有一些你很難想像的故事 為情自殺的歐美玲 這個是我的偶像 可能有人已經不記得了 1985年大新聞 可能其實比較不熟悉 你看歐美玲當時黃蓉 其實《色雕英雄傳》裡面 其實最經典的就是歐美玲演的黃蓉 跟黃日華對不對 這個雜誌是85年1月號刊出的 結果他5月就自殺了 自殺身亡 可是你知道嗎 他自殺的事情到現在 都還有很多的傳說 但是我跟你講 有一個是講的比較玄的 比較貼近的 他當時開了瓦斯 他其實是跟他男朋友湯正葉 其實那個時候的演藝圈 很多人自殺都是為情自殺 怎麼講 都是想給男朋友一個警訊 不是想真的死 想要男朋友來救他 或挽回這個感情 當時湯正葉也是很紅的一個男明星 可是他們兩個發生了這個感情的事情 他一直去找了別的男生 來氣湯正葉 反正就是陰錯陽差 可是後來他自殺前呢 有人說其實他開了煤氣 自殺前打了三通電話 所以後來就說 其實他住的廣播到這個房子裡面 其實以前是個兇宅 就是說之前有一個 在很多年前有一個女生 她是一個封城女子 可是很高級的地方 她也是自殺身亡 但是那個女生可是有人說 她是有一點懸疑 就是被謀殺 可是用自殺的方式 結束生命的 所以後來人家說 是這個冤鬼在殘身 所以殘到了 早上了歐美玲 早上了歐美玲 他們說那個大樓 其實住的很多明星喔 都有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歐美玲是一個 其實她那時候隔壁住了 那個時候 其實沒有住多 鄭少秋也住在附近 後來鄭少秋有段時間不紅 後來就是大師看了以後 來台灣一個廟 做了法才好的 但是聽到麥麥剛剛講的這些故事 好傷心喔 因為我真的是 就是她的影迷 她當年的這個射雕英雄傳 非常紅 而且我當時還在 就是在家裡面 就租了一堆這個片子 正在看 我想那個時候的明星報 就登了頭版頭 就是歐美玲開王私自殺 她當年紅的時候 像什麼劉德華 這些梁朝偉 都還是 那個時候還只是無限的五虎將 都還沒有紅 都還沒有紅 所以當時歐美玲就有這個傳言 那當時歐美玲事情非常非常多 有一個事情就是說 她其實在差不多 她自殺了多久以後 後來有一個影迷 打電話到電台去 跟電台說 她是歐美玲忠實的影迷 就恩歐美玲來找她 托夢說 其實我告訴你 我不是真的要自殺 是我當時是要棄我男朋友 沒有想到就發生了這個事情 她就把這個事情 就告訴了 就在電台裡面講出來了 後來結果 可是這個影迷就有點不堪其道 因為歐美玲常來找她 她就找那個問米 問米的那個師父 帥米 他們都講其實歐美玲 那個事情之後 歐美玲她因為冤魂不散 經常出現在 蝶仙跟錢仙裡面 她常常出現在 隨時問來的都是歐美玲 對 因為她很多影迷 這些玩具 她會出來 後來那個米仙 就問了這個事情 就問了 問了以後後來結果 歐美玲就說 就那個米仙那個大師 她就說 就跟那個影迷講說 你把我的資料 還有你把我的簡報都燒掉 我就不會再來找你了 因為你太喜歡我的 都每天放這些東西 後來這個影迷 聽了她的建議 就把這些東西燒掉 後來歐美玲 就沒有再託夢給她 就沒有來找她 而且這個歐美玲 因為她平常也喜歡寫作 留下一些作品 然後事後也是 大家發現 她年輕的時候寫了一篇 她自己的經歷 算靈異經驗 歐美玲小時候 大概念國中初中的時候 就去這個橋 就要經過一座橋 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她突然迷路了 她不知道是 橋是往這邊走 還是往這邊走 就在橋上就遇到了一對婦女 然後就問她說 那我比方說我要到這個 油麻地或是到哪裡 就問我怎麼走 她說她是走右邊走 就講得很清楚喔 居心迷意喔 她就謝謝 謝謝之後 然後也沒有留人家電話 她那當時的文章寫說 很遺憾沒有留下電話 結果好 走了之後呢 走著走著那個路 越來越陌生 結果竟然到人家那個 搭那個帳篷啊 在辦喪事 她講的地址到了那個位置 走到喪家去了 走到喪家去了 那怎麼會這樣 但最恐怖她頭一抬 喪家一定有擺照片嘛 就剛剛跟她問路 告訴她路怎麼走的那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怎麼死了你知道嗎 就是自殺死的 然後她當時 因為她是一個 那時候歐美齡是 還很小 對那很小 念書的時候 她心地很軟嘛 她想說 她跟她朋友說 那不然這樣子我們就是給她上個箱 包個白包好了 是這樣 那她寫在她的 寫在她的那個半字傳裡面 後人說 會不會那一天問路之後 從此之後就走上了黃泉路 剛剛提了兩個故事喔 劉玉璞跟這個歐美齡 一個是趙敏 一個是黃蓉 那他們這個 往生的故事裡面 有很多 我覺得有戲劇成分在耶 那接下來我們要提了這個 就是已經往生的藝人呢 當年這個香港有這個 木字這個 凶叫的傳說 沒錯 凶喔 聽說這是一個大預言 對 就是名字裡面有 木的這些大咖藝人呢 當年就會 沒錯 遇到意外死亡這樣 果然大家算一算 好像是這樣子 先說著第一個 他是台 我覺得也算當年的 台灣之光了 是 放陽的小黑 柯壽良的求救電話 知道其實小黑喔 他在這個港台的人員 非常好 一直就是在電影裡面 表現也非常好 所以他的這個 算是意外吧 他的這個往生的事情 大家覺得蠻遺憾 但原來賣賣這個 就是小黑的往生過程 好像還有一些靈異事 其實這個應該 要怎麼講 就是說讓人家很傷心 對 很傷心的一個故事 大家都他朋友吧 小黑很有人緣的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其實 因為我們知道小黑 他本身就有這種 類似氣喘這種毛病 那其實 對氣喘患者來講 求救電話 本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工具 對 那其實在他死的那一天 當然 後面大家講說 他當天是多少 或許喝了不少的酒 那當然大家知道 小黑各進海派 然後 酒後會胡言亂語 但所謂的胡言亂語 不是爐啦 就是大家打電話 跟人家訴苦啊 聊天啊 對 打打鬧鬧 那大家朋友之間也都習以為常 可是就在他事發的那天 清晨左右 大概四點多 其實小黑打了一通電話 給他一個外國朋友 可是外國朋友是會講中文的 會講中文 對 就跟他講說 澳洲 我快死了 趕快來救我 對 其實就打了一通 他朋友當然想說 你又喝醉了 你又酒空了 所以想說安撫他 趕快去睡吧 那就不要再吵我 那結果第二天早上 他就被發現 沉溼在他的住處 對 上來住處 那當然 適合他朋友很自責 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這樣 他那一通電話 可能就是在 正痛苦的時候 是 打出來的 如果我能夠 適時的去現場 或者打電話 找有人去現場 也許可以救回這一命 可是 並沒有這樣做 所以他一直是跟小黑的哥哥 對 應該咳嗽球 咳嗽球 是說 很對不起 我真的沒有去 聽到這一點 然後哥哥就講說沒關係 他的個性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 久後會打電話 跟人家聊天這種人 那其實當然 我們也知道 小黑的老家住在台東 對 一天他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老家 就是說他台東老家 對 他的表嬸住在那邊 表嬸住在那邊 就覺得說奇怪 那一隻狗 土狗 不是他們家養的 就是在他們家面前 不走 不走 噴狗雷 然後噴 整個晚上在那邊吹 然後你自己一直費 是連續費一個小時 對 大門口費 小黑不在台灣的 而且比較特別是說 他那時候費的時間 是凌晨0點 他四點鐘不是打給澳洲人 可是那個時候 他是最不舒服的時候 對 在生死交官的時間 交官的時候 在交替的時候 已經最痛苦 那狗一直叫趕不走 那當然其實 後面他怡靈回台灣的時候 一樣 其實那個棺木是很重的 對一般他們 那時候在 大概像香港 在大陸的時候 大概要六到八個人 才抬起那個棺木 那其實怡靈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哥哥就跟我說 他想說 弟弟我們已經回來台灣了 那你要好好的跟著我們走 結果 那個 竟然四個人就很順利的 把棺木就這樣抬下來 本來怕說人手不夠 哥哥只講一句話 總等頭七啦 你一定要跟我們回來 他本來是要十幾個抬 四個人 怎麼變輕了 這讓我想到說 小黑是這個 非常專業的特技演員 對 是不是自己就幫忙 懸空了 哇 太棒了 但至少 他畢竟他想回來幫忙家人 沒錯 而且他也很照顧他兒子 最後在 最後不是港台藝人都會辦了一個 就在 追思會 那天也有靈異現象 那個好朋友 陳小春 上來致詞 準備要致詞的時候 因為陳小春跟他其實感情很好 一上來的時候 麥克風沒聲音 然後呢 準備要講了 啪 現場起大風 然後那面就是 無風無語的時間 怎麼會起大風呢 剛剛 順便你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 所謂走沐浴 那其實不只是沐喔 他們巧合蠻特別的 2003年 有位老師預言 就是說 名字帶沐的 然後呢 命帶煞 而且躲不過黑色星期二 你看喔 那個柯壽良 2003年週二嘛 柯是木字編 對 木字編 第二個梅艷芳 木字編 他也是禮拜二過世的 然後張國榮 哇 有一個沐 也是禮拜二 他說有帶沐的 2003年這一年 至少有三位 然後呢 過不了黑色星期二 蛤 而且怎麼會那麼巧 你說兩個人 是星期二也就罷了 三個人都星期二 而且三個人 名字裡面都有目 剛剛提到了一個 就是柯壽良 求救電話 那剛剛偉哥有提到了 就是梅艷芳 顧居的午夜逸光 欸 流連忘返香港的女兒 梅艷芳 其實因為梅艷芳 他一過世之後 不是有那個財產的糾紛嗎 跟他們已經打官司 所以他們整個的財產 就被託管了 信託公司託管 那信託公司託管呢 整個房子裡面 要斷電斷水的 所以就沒有那些東西 可是你知道 附近就有他的鄰居 一個坐了十年鄰居 晚上就兩點多看到 整個裡面有那個微光 黃色微光 就怕說是有壞人入侵 他就報警 後來好多人都看到 在晚上十二點多 就看到這光 後來傳到沒媽媽的 那個光也不是屋內 那一般的燈 就是他自己會發出來 一個微光 就他們就跟沒媽媽 後來沒媽媽知道了 你知道沒媽媽只有講一句話說 他用廣東話講說 中沒走走 就說梅艷芳還沒走 就還在裡面 可是後來他們就找了 他們後來 因為太多人看了 警察常常接到報案 就怕說有小小入侵 很多人看到 後來他們就找了一個大師 沒媽媽他們家找了一個大師去看 就大師拿了一個羅盤進去 一進去那羅盤針就這樣 一直跳 他們說 就說這種東西 好像就是說有那個零 就是有那個零體的磁場 後來結果 他們就講說 其實 後來那個大師就說 其實有很多 如果是藝術家 或者是偽人 或是還受人家尊崇的人 死後可能會化成一團光 就有這種說法 這個就要問老師了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個光代表什麼意義 其實我們應該講說 正常的人死亡 他的魂魄就像煙 正常最多顯現出來 就剛才的煙 就我們凡夫俗子就是煙 就是煙 但如果說是大善人 或是做善事的人 他可能換化成不同的光點 為什麼會有那個光點 是因為 我想也許在梅文化的生前 他可能做了很多的善事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在我們所學裡面就是說 如果你生前 你是佛教祖羅 蓋學校的人 他捐了很多錢 他捐了很多錢 會化成不同的光點 而且是由土地公來帶 土地公來帶 那如果說你能夠活到八十歲 你生前做了很多善事的時候 你死掉不是土地公來帶喔 是閻羅王派兵將 就派那個陰材 死的人扣一張紅樓 讓你坐價錢 是貴一樣 所以那個光點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我們早期不是很多電視 也拍到很多 那谷塔門口會有光點 是 那個就是因為 光點或光影這樣閃 那通常是白光 白霧比較多 那是因為 通常那谷塔 比如說他門口 因為有門神固著 所以貴不可以下去 所以等一下亂 會有這種情況 剛才肉依講那個情況應該是說 沒辦法生前可能做了不少善事 所以他可能化成黃色的光點 或是那個 這個螢光的光點 讓人家來知道他的存在 是 剛我們提到就是 這個香港當年就是有一個 預言 就木字的藝人 在禮拜二會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對 那剛提到了兩個 一個是柯秀良 一個就是梅艷芳 室內的蝴蝶 是誰呢 菸之寇也扣不回哥哥張國榮 張國榮是賣賣的好朋友 是 張國榮跟梅艷芳 當時你看他們兩個菸之寇裡面 一起自殺父皇權 結果十三少沒有死 五花死掉 沒錯 對不對 然後結果在真實生命中 兩個人一前一後同樣 其實張國榮的往生 對梅艷芳有很大的影響 梅艷芳其實當時發現子宮頸炎很少發現 但他一直不治療一直拖 他拖他其實就是不想要去 他想要跟哥哥一樣 走的那時候是維持最好的時候 他不想怎麼接受化療那些 因為張國榮就是把自殺 就讓別人永遠記得張國榮就是那個樣子 最美 最好的形象 梅艷芳也是一樣 可是剛講到張國榮的蝴蝶 那是我一個朋友的故事 我朋友跟張國榮非常好 他是在紐約 他是一個flower designer 他是個做花的 擦花的設計師 因為哥哥其實有一群好朋友 在世界各個地方 哥哥感情其實一直有一些問題 因為唐哥哥其實有 他們很久的親人 可是唐哥哥 這個張國榮他一直要很專情 不允許對方花心 那每次他有情感之上的問題 其實後來張國榮有點憂鬱症 他就會打電話給他 像我這朋友住紐約 他就會打電話 這些人都是很有錢的人 他打一通電話來 譬如張國榮去紐約會住他家 然後他平常打電話來 就會飛到香港來陪他這樣子 那一段時間自殺前呢 他其實也打了電話給我這個朋友 也給 我不知道有沒有給他朋友 他其實很多朋友是別的地方 我朋友剛好在紐約有個花展 他沒辦法回來 後來沒有多久張國榮過世了 他回來回來以後呢 因為他們都私下朋友 所以新聞不會報導這個東西 他就回到了張國榮家裡面 張國榮有給他寫一封 有寫了好幾張國榮好多封遺書 給不同的人 我朋友拿到一封 他裡面還有一些外幣 就是給哥哥就把很多外幣留給他 他當時就很感嘆很感傷 就說當時他就很自責說 那個時候打電話來心情不好 如果陪他回來 說不定沒有這種事情 但不一定啦 因為那時候很多朋友 也不一定會有幫助 可是他在他家裡面 看這個信跟拿這個錢的時候 一個蝴蝶從陽台飛進來 是一個很美的畫面 蝴蝶 他自己就覺得這個蝴蝶 就是哥哥回來看他 不過從這個故事就說 其實哥哥當時 他其實很重朋友 他很需要朋友來幫助他 沒有錯 而且賣賣剛剛提到 就是說其實那個 張國榮在往生之前 就跳樓之前 他因為憂鬱症的問題 他的確有打一些電話 給他的朋友求助 有一次我訪問鍾楚紅 紅姑 因為跟他非常好 他們合作過非常多部電影 紅姑其實也 他一直很低調 但他就提到當年 他的狀況不太好 就是張國榮 那個時候也打電話 跟他就是訴苦 但是你知道紅姑 是一個就是鍾楚紅 他是一個非常樂觀 跟天真的人 尤其他結婚後 他生活過得不錯 就是在他先生往生之前 所以那個時候 紅姑就跟他講說 哎呦你為什麼想那麼多 這種事情就不要去想就好 就是有一點把他一語帶過 但沒有想到 他會把這個問題 看這麼嚴重 對啊其實不行 憂鬱症的人 不能跟他講說 你被想開一點 那沒有用的 真的要那個去治療 但是有關這個 就是有些藝人 就香港有些藝人 他往生這事情 我還聽到一個靈異版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他們有人講 因為香港有一年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的 大牌藝人 會陸續發生一些狀況 是說 因為香港藝人 香港娛樂圈 他們流行到泰國去養小鬼 所以好像那個養小鬼之後 出了一些狀況 有這樣的靈異版說法 不過也有講法是說 香港它有一談 從1973年開始 每十年 一定要有一個大牌陨落 而且都是超級大牌 這邊有一個整理 你看1973年是李小龍 是 83年復生 然後93年 像這個比樣的 黃夏居 2013年 哇一次三位 所以據說2013年 那一年 香港很多藝人會移民 這個下去不得了耶 但是剛剛有一個點 我覺得 就是麥麥提到 室內這個蝴蝶 老師 這個往生的人 會化成 比如說蝴蝶 或者蜻蜓 或其他的這種 其實應該講說 往生的靈體 它比較不可能化成蝴蝶 蜻蜓等等 但是它有可能附著 就是它的靈靠著這個蝴蝶 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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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哦 我覺得化成蝴蝶 符合張國榮的個性 我再敘述一句 就是後來有關張國榮的死 有非常多的傳說 甚至有人說 他根本沒有跳樓 這慢慢知道 還有人講說 他根本到五台山出家了 大家參考 因為很多有關藝人網生 在阿根廷看到他 他根本就疑似了 對 我知道可能 各國對他捨不得 但你們真的不要想太多 我們永遠懷念她 接下來來不及的最佳女主角 是誰呢 觸犯死亡禁忌的最佳新人 那個又是你的好朋友 我發覺你連一圈的好朋友非常多 戰榮 大家可能比較好對她不熟 跟戰榮以前是同一家經紀公司 你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她有哪些作品吧 嚴格講沒有什麼很多作品 我們有一起演過那個 演過戲我記得 像那個台式的八點檔 她演女警警花源 演過女警 我是演李明依的弟弟 她是裡面演女警 那她其實是 不是演一線的角色 但她當時死因實在是很特別的死法 而且蠻悲慘的 其實這一段故事我們多多少少不大願意去提 但是我覺得還是 畢竟是一個蠻曲折的過程 那而且這個是她的 當初跟她一起拍戲的幾個資深藝人講的 那其實就是說 戰榮那時候是剛剛要 等於是說 鋼筋演藝圈 然後還不是第一線 但至少大家是蠻看好她這個 有了一些作品 對 至少可以有機會上來的人 對也是一個新人 那 當然在還沒有出名的狀況下 那有一次他們就 為了拍一部戲 然後在這個 就現在心意快速道路 心意路五段樓上面那個公墓 在那邊拍戲 對 那拍一場戲就是說 可能就是要焚香祭拜 要找一個墓碑 那結果她 導演 可能當下 其實我會很質疑說 那個導演怎麼沒有去做一些 就是我們 假的道具 對 假道具或是說 作假墓碑啊 那其實做真墓碑也 拜拜一下對不對 那結果當初他們去 然後他們找一個墓碑 覺得這個 位置不錯 那當然墓碑上有個照片 那照片 我們一般都知道是大理石那種的 對 不是隨便你動就可以動的 對 那他們就去複製一個 黑白照片 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 OK 這一場拍完了 那當然 你總不能就讓照片留在上面 我還是要撕下來啊 就現場就三個人 就贊榮跟另外兩個 直身女星 就贊榮動手去撕 看了一個很大的機會 因為我們拍這個墓碑的戲 我們其實是要祭拜往生者 而且要有一定的儀式的 但是他竟然就上前去 把這照片給撕下來了 沒錯 所以說人不能撕掉 那我覺得 當初那個劇組的人都太撕掉 那也許 有些人會知道這個經濟 但是問題是 動手的是贊榮他本身 所以說當初這場戲拍完之後 那照片總是要撕掉 不能夠留在現場 那萬一給人家看到 那也真的不好 對家屬也不好 那贊榮就去動手撕了 那現場旁邊兩個直身女演員 這樣子看著他撕 差一點瞎昏 因為為什麼 撕下來 也來不及了 要叫他都來不及了 不是因為撕下來下會 不是因為撕下來下會 是因為後面那張照片 他們是看到那張照片 原本應該算是滿年輕的女子 大概30歲上下 但是撕下來的時候 那個照片的臉是會動的 而且眼睛還斜了 然後嘴也歪了 就是類似怒目相識那種感覺 這兩個直身演員看到那個狀況是嚇死了 那問題是 現場沒什麼出什麼事 所以大家都放在心裡不講 可是隔天 大家也不敢講 你不能在那裡講 就隔天的時候 他們發早上六點的通告 一大早六點的通告 是拍大概應該是室內的戲吧 是 那OK到了六點多 沒看到贊榮的人來 那直營製作 當然打電話 導演開始罵啦 新人 沒有倫理 小大牌 六點半不到 七點不到 八點不到 直營製作 然後不要到他家去把他拖出來 對他們家內湖嘛 結果在他撕掉那個照片的第二天 他就沒有來了 對 結果隔天 直營製作到他家的時候 也是整個傻了 因為已經一堆人圍在那邊 消防隊也在 警察也在 民眾圍攻 黃布條又拉出來 兇案現場 怎麼了 因為後面 他家就像剛剛韋哥講的 被侵入了 被侵入之後 整個家裡被翻得一團亂 他是一個人住是不是 單身嗎 單身女生 他已經被燒 被人家撥上去 有燒死在屋內 而且整個屋子也燒得亂七八糟 所以後面警方整個調查結果 就是一個 強盜殺人事件 當時是認為是強盜殺人 對 強盜殺人事件 那這個案子到現在都還沒有破壞 這個事情本來應該自己做去撕那個東西 但自己說後來沒有去做 有點偷懶就 戰榮撕了也就算了 可是那個後來他們不是有去 就等於有去要去 祭拜一下戰榮嗎 在路上火燒車 有沒有受傷了 人沒有怎麼樣 但是車子燒掉了 車子燒掉了 我覺得有點 可能有點不太開心 就是說 你讓我燒成這樣 其實這個事情也不是應該我做 那你 我不能做你也不跟我講 因為有人他真的不懂 那可是你卻 讓演員直接去撕掉 怎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那剛剛提到就可能是一個隨機殺人的狀況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案子可以早日破案 因為聽說他當時的死狀 非常非常的慘 真的非常慘 但這個我可以提供一個建議 就是說其實剛才提到就是說 如果真的一般劇組真的有去拍這個 往生者的浮墓 墓碑或是這種 一定要先請老師 去跟這個往生者先溝通 通常我們在處理怎樣 你要拍這個東西 你還要準備三星 準備金紮 還要問翁先生買還是賣 如果他同意的話 你才可以這樣拍 但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 就是說 他蒙白羊搭在那個紮的時候 你要知道就是說 鬼魂跟人是一樣的 當然 為什麼會贊榮 會做這一樣事情 別人不做 剛才聖美講的 他就溫過去假 溫賣 他做這樣的動作 但是我是建議說 將來往後如果有劇組上這樣拍 一定要記得說 如果你拍完一場戲之後 你的當天或隔天 你會照著耳鳴 頭會暈 有時候噁心想吐的時候 你要知道 知道就是說 鬼魂不買命就在你抓到 這一定要趕快處理 你不要說再拖時間 那剛剛為什麼提到說 戰榮這個命案不能破 因為有時候就是說 人喔就是你被殺了之後 就在喪死不認識的人 隨機把你殺了 所以你怎麼樣都破了這個案 那其實很簡單 應該是家屬 比如說戰榮的家屬 應該是 他可以跟城隍爺 那我們在每個 就是說 你可能在內湖被殺死 你可以到內湖的城隍爺廟 地藏阿廟 家屬去救 讓戰榮領到 所謂的這個 這個白人 當初上 對鄉手來抬 請帝王菩薩 兵種 基因去刷 這個命案就可以破 那如果說你是燒香 跟戰榮講說 你去找這個鄉手 你要知道 如果他生前知道 是被認識的人殺了 他讓人可以找到這個兇手 但你要知道 他一個女生 被殺的過程裡面 他會驚嚇 他看了鄉手 另外是 他根本不認識這個兇手 他根本沒辦法破案 唯一破案的話 就是一定要請 當地的城隍爺廟 或地藏安 地藏所管的轄區 由家屬去求 那帶領這個 戰榮的層次排位 跟他講 去讓他求之後 你要有寄的錢 這個命案就可以破掉 這樣子 真的我們很希望 這個案子 能夠找個破案 真的是 好 我們今天提到 星星的殞落 有各種方式 有些人自己結束了生命 有些是意外 那戰榮這個 真的是非常令人惋惜 那這個呢 從星光大到墜落的 明日之星 OK 他是誰 魂淫夢回事發現場 這應該就是 大家很熟悉的許子婷 那個時候 也是因為感情的事情 許敏的女兒 對 選擇就是一時衝動 所以就是跳樓身亡 不過在他跳樓之後 其實大家非常惋惜之餘 好像也有一些故事出來對不對 因為 其實我 剛好那天 我是經過事發現場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東區那一棟百貨的 那天幾萬人 一定都知道 那現場全部圍起來 有SNG車什麼的 那天我是剛好 跟朋友在東區那邊吃飯 經過的時候 就看到 哇 怎麼圍這麼多人 然後 圍到就是 你根本也看不清楚 裡面到底是什麼事情 可是 因為它是百貨公司 又是什麼 很多舞廳在那邊 那經過的時候 想說 SNG車在那邊 那以我們做這個行業 做那麼久 這種東西又覺得 不過就辦活動 就不會想說 跟人家湊熱鬧 一般民眾這樣湊熱鬧 圍上去看 也不會想那麼多 就覺得 應該可能又是什麼 舞廳在辦活動什麼的 我們就從那邊就經過 就這樣而已 那時候是有室友的 對 因為我的室友 就住在我們家 然後是 等於說分租了我們家 我還跟我媽媽一起住 然後是 我的室友是跟我 同一個房間 但我們兩張床 這樣 你當時是經過了那個事發的現場 但你一直以為 那是辦活動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也沒看新聞 後來 可能剛發生吧 所以你並不是被嚇到 對 所以不是 有時候我們去一些命案現場 回家睡不著 我是回家 我回家的時候 我記得我媽媽有跟我說 你知道那個誰誰誰的女兒 自殺嗎 我說她是誰 因為其實那時候她是新人 但是她所謂的新人是只有 可能拍過廣告或是什麼 對 還不是說正式出道的藝人 也沒有人知道說她爸爸媽媽是誰這樣 然後她就 我就說是喔 她是誰 她說不知道啊 反正就跳樓這樣 然後她也沒跟我講是在東區 所以你沒有把這兩件事 我完全沒有 不過其實有時候 在兇安現場 不見得是一定相關的事 真的在旁邊的人都會被 真的被被刺到 對 所以說像錫子婷那一天 對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也是在現場 對 因為剛好在裡面跳下來 在我管區 社會新聞跑不掉 你看起來殺氣重 陽氣也重 所以也 對啊 我是說 當然我們當初也都不知道她是誰 完全不知道 這件事我有跟我室友講 我有跟我的朋友講過 後來 後來就是 我睡不著的時候 什麼時間就是半夜 你就感覺她站在那裡 就只要晚上 對 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就是躺著嘛 然後不是就會翻來翻去嗎 可是從那一天以後 我是一直看著我的門 因為是我的門等於是我的斜對角 我覺得這樣一直看著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我的門口站著一個人 可是我沒有看到東西 我也沒有什麼 男子女子能判別嗎 我覺得是個女生 很清楚是個女生 就是感覺就是一個女生 女生 對 然後但是我就覺得她一直站在門口 而且是每天 然後我真的沒辦法睡喔 因為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我瞎掰的 隔兩三個禮拜之後 越來越嚴重 我半夜會想哭 我只要晚上會想哭 是不由自主的 對 而且我還曾經到最後 我把我的室友叫起來 我說 我真的沒辦法睡 而且我現在好難受好難受喔 然後 然後我就是 就是整個人都不對勁 對 就一直想哭 然後不由自主的 不能控制自己 然後而且我那時候 因為我們這一行上班 都是大概中午 對 中午差不多十一點十二點 就要上班了嘛 那我是每天晚上沒辦法睡 我要到看到曙光 一大早的曙光 就天亮的時候才能睡 對 兩個月之後去高雄出差 我就跟那個 我的朋友講這件事情 那我的朋友就說 我帶你去給老師看好了 結果呢 他就帶我去 去到那個一個廟裡面嘛 然後那個 我才一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 他收完經大概半個小時喔 我就 他就說好你可以出去了 我就說蛤 就這樣喔 他說對 然後我就走出去 然後他 可是他叫我朋友停喔 他有話跟我朋友講 沒有跟你講 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就出去了 結果我出去之後 我後來是被我朋友叫醒 因為我坐在道坛外面的花台上睡著 我坐在上面 對 我整個睡著喔 然後而且我好困好困 我好像已經 有多久沒睡覺的那種感覺 就整個好困好困 師傅跟你朋友說什麼 釋放 師傅跟他講說 就是我被 那個就是 被不好的東西跟回家 就帶回家就對了 而且我進去 他什麼話都沒問我 我也沒講什麼話 我朋友也不知道我到底遇到什麼事 我只告訴他 我不能睡 而且我一直覺得 有人在看我這樣而已 我也講不清楚 可是那個老師居然講出 我房間的樣子 跟我朋友講 然後他說 那個人的確一直站在門口 每天晚上 他有講是其子題嗎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是誰 然後是什麼原因什麼 老師說他不想講 第一個 任何 因為每個人的壽命都是在陰間 他也是有規定的 有個生死不是規定的 但如果說你不是受重症情 你阻塞死的 通常自殺死的第一個 要被關王死城 那關王死城 有時候閻羅王 他兵將要懲罰你 就是給你每天聽 你要來阻塞死 他就給你再聽 他會跟你處罰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其實在命案現場 為什麼看蚊子會卡到陰 你卡到陰 不見得是卡到徐子庭的陰 你要知道 徐子庭他今天 可能會自殺跳樓死亡 那有一種情況是 當你在感情脆弱的時候 你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本來磁場就有問題 那或是說 那個磁場本身都有 其他死掉的年輕的鬼魂 徐子庭長得滿漂亮的 搞不好 當場有三個死掉的鬼魂 是年輕的小朋友 這個女生長得不錯 他要死婆娘 叫他跳條細細的 他其實意念讓他跳死樓 那為什麼說 蚊子走過那邊 會煞到 其實這個跟一般來講 卡陰卡煞是很大的關係 就是說 每一天有所謂的日煞 就每天有 剛好遇到的時程 另外的是 比如說那一天的時程 你剛好跟往生者的時程 突然太窮 你雖然沒看到他 但你經過你就煞到 煞到的時候 這鬼魂就會跟回去 所以剛才問題提到說 他每天到天亮的時候 才會剛好睡覺 那會睡到下午是為什麼 因為鬼 鬼他是睡怎樣 他是睡早上五點到下午一點 就是他們睡覺的時間 他們也有睡覺的時間 鬼魂跟人是一樣 陰間跟陽間是一模一樣 但是差別的時間 差十二個小時 所以記在提的時候 鬼就要回去睡覺 那剛才我們就提到說 為什麼他在台灣的時候 會常常這個鬼魂跟來 到國外去是不會跟 因為通常有的鬼魂 第一個 有的鬼魂他不會講 講英文 講其他國家的語言的時候 你要叫他 過海他不敢給 你要經過那個海關的時候 其實在國外的海關 也有所謂另外一個鬼魂的海關 你沒辦法過 他沒辦法跟過去 所以很多人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一旦是卡陰卡煞 或是遇到很大的困難的時候 為什麼離鄉背井 或到國外去 他的病狀會好 過水 對 那這個情況通常是 如果是中國人 一定要到外國 外國性語言的國家 你不要說 我是中國人台灣人 你到大陸去 一樣跟他跟過去 但你到美國去 這個鬼就不敢跟 那你這樣就可以做一個 破解的動作 還有這樣的一個區別 對 因為 那鬼魂在山 他不會講英文 他去到美國 他也不敢進去 他也沒辦法進去 所以他不敢過去 欸這很玄的